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会具体地讲一下佛教方面的一些信仰 也就是说佛教当中讲到信仰 实际上是一切功德的根本 有一部叫做《华严经》 在英文当中也是有翻译的 这是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 这个经典里面怎么讲的呢 就是说行为道言功德之母 张扬一切诸善法 还有断除以往 除爱妞 意思就是说所谓的信仰 实际上它就是孩子的依靠母亲一样 或者大地当中的所有万物生长的来源 就像大地一样它是一切的根本 第二个 将所谓的信仰它就像眼光和雨露 能滋润万物一样的 它会张扬我们世间当中的一切善法功德 第三个就是信仰的力量 它能断除世间当中的一切的 卸之邪念的密枉 并且从苦海当中解脱出来 因此在佛教当中 以这三个女友来讲 信仰非常重要 所以我会讲到佛教育的信仰 在佛教育的信仰 所以佛教育的信仰 是一切的信仰是一切的信仰 在佛教育的信仰 这个信仰是一个信仰 这一切的信仰 It also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这很重要的信仰 它以来决于佛教育的信仰 在三织中的角度 第一个是这 这一切是 of all virtues and it's also sticking it's also like the earth and also like the sunshine and and the water which can make seeds germinate so that's that means as that the virtue can be nurtured by faith and the third one is um because of faith it can dispel all your doubts and also it can help you to be liberated from the suffering ocean of psychic existence that's wh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faith is very important in buddhism 还有佛教的学者里边有一个叫做寄天伦舍他是实际上最大大学之一的 纳兰陀士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智者在他的著名的论典叫《入菩萨行论》当中 也是说过说是佛说一切善根本为心结也就是说佛陀在相关的经典当中 所宣说的一切善的根本实际上就是心结也就是所谓的信心 右上边的是推出神叫inspideva 是中国的幻别生学寻ru spiritual being located around the world is this world道 是一切了社医学大学当中心结伍上一切东西是 vacation的 эксп解词把障礼 täll Jimmy在学养学病院看法 the root of all the virtues 如果没有信心那么在佛教当中的任何法 也可能没办法修下去也不可能产生一切功德 佛教当中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有一句个言 这个经典的名称我忘了 我用藏语来说的 因为我不懂英语 也就是说 无有信心之人不可生善法 如种被活焚 轻浪生轻养 就是说 没有信心的人不可能产生一切百法的功德 就像一个被活烧坏的种子不可能产生 长样 绿色的苗芽一样的 因此在佛教当中将他的信心非常重要 没有信心的人 他想修成任何的功德善法非常困难 因此如果你不需要用信心的话 但一样有信心的话 要有信心的信心呢 有信心的话 在拥有信心的话 但是如果你不需要自我拥有信心的话 如果人只能无法不戴习主要以忍应的信心的话 有信心的话 无法无法无法任何者是有信心的信心 不仅是佛教当中信心和信赖非常重要的 甚至我们在任何行业当中如果没有信任 没有自信 任何事情都没办法成办的 包括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家人 家庭 都需要一种信赖 需要一种信心 当你失去了信心的时候那对对方产生极大的怀疑 从此之后不可能过一个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们有时候应该通过各种方法来培养自己的信心是极为重要的 不仅仅是吴论基础需要你的感应 尤其重要是必须要有賜意在所有的情况下 在一些人的聘域,像不同的聘域。 如果你有信心,你有信心和信心。 或者在一些人的聘域, 所以你能有功夫人的聘域, 不像是否有信心。 因为聘域是重要的, 你必须有信心在别人。 因为因为人们的聘域, 如果有不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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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在意. 所以,很重要,你能保持信息很多事情。